两军对峙,阵前一名黑衣少年手中提拽着两具乌鸦篮子的尸体,身后齐军展开冲锋以前,他将尸体朝董卓方向高高抛向空中,坠地后摔成两滩烂泥。 这样的寻衅让董自大旗后的八千旗兵都咬牙切齿,加大力度握住手中力矛,下一时加紧马腹,这些九战沙场的老族都趁间隙抓紧流星挂钩里的兵器,一旦相互嵌入阵型,早上些许抓住蟒刀,就多一分杀人机会和活命机会。 一杆黑底红字的鲜艳大旗迎风招展,这对位于蜜蜂巷平原上的董字大军来说,战马奔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致缓,只是当老族们抬头望了一眼那个星红董字,顿时心无杂念。 只等董将军一声令下,就要将这仅仅半数余己的疲惫之师碾压成灰。 许多旗族心中不约而同默念一手至蒲小瑶,董家儿郎马上刀马上锚,死马背死马旁。 董卓手中持有一杆绿拳枪,曾是提兵山的镇山之宝,董卓做成了女婿,就被提兵山山主当作女儿嫁妆送出。 董卓身后有十八旗,战马甲咒都并无异常,只是不像董字旗那样轻一色手中持毛马鞍挂舞。 兵器怎么衬手怎么来,其中过半人数都腰间玄剑,十八旗脸上也无老族独有的肃杀气焰,相对意态闲适。 但周围素来以眼高于鼎著称的领兵校尉没有半点轻视,尤其是望向一名空手坐马背上的轻渠老者,都有些由衷、敬畏。 毕竟提兵山第二把交椅,不是谁都有本事去做的。 少年带着一头体型骇人的黑虎,开始奔跑,董卓手中绿拳枪原本枪奸之地,猛然抬起,向前一点。 两军几乎同时展开冲锋,当两只骑军拉开足够距离,并非谁先展开纵马前冲就一定占优,若是距离过大,一股作气过后往往士气开始衰竭,第一毛递出的通透力也要折损。 但是此次对垒而战,碰撞前的双方距离都可以保证将各自马速和冲击力提至极点。 大地在马蹄锤击下震战不止,黄沙弥漫。 两线朝头向前以迅雷之势推进。 寻常骑战,不管是口哨还是嘶喊,冲锋时骑族喜好出声已壮士。 一些骑族马术精湛的骑军,在对冲临近时,为了防止战马临阵退缩,损伤速度,都会有甩出遮马布,照住战马双眼。 只是四千龙象军和八千董卓军都尤为反常,皆是没有这类多余举动。 骑族与战马同时起伏,充满无声的铁血韵律。 以十八旗为首的六十余提兵山五人,和四千战旗已经冲出,董卓停马而立,身后带着两千游旗,旗与两千游旗绕出一个弧度,避开正面,从左右双方以锥子阵形刺向兵力相对薄弱的龙象军。 董卓静等一锤定音,双方初次接触,便都是入肉入骨。 一名龙象旗和一名董家骑兵几乎同时将长矛刺透胸甲,战马继续前冲,气毛抽刀,两人侧身而过时,又各自劈出一刀,龙象旗一刀砍去那北蛮子脑袋,无视重创,侧头躲过一矛,正要拼死砍出一刀,给后边董家骑兵一矛挑落,长矛在空中挤压出一个弧度, 北梁骑足死前一手丢出梁刀,一手握住长矛,不让矛间拔出身躯,敌骑松手抽刀,弹掉飞掠而至的梁刀,继续策马沉没前冲。 有两骑连人带马对撞在一起,战马头颅当场碰碎,骑足跃骑马背,两矛戒势刺中敌人胸口,双方同时往后坠落,但都握住了矛,尚未来得及不战,一不战骑,就给双方跟上的骑兵准备一矛穿透头颅。 吕力惊人的战骑可以一毛刺落笛骑,借着战马冲锋鱼力抽毛再杀,一名龙象骑场狠辣,一毛贯穿了两位北蛮子的胸膛,两具尸体坠马时仍是如糖葫芦,窜在一起。 他腋下夹住凌厉一毛,将没有第一时间果断气毛的董家骑兵拧下马背,一刀削掉了半片脑袋和整只尖头。 有落马重伤未死的北蛮骑兵临死,仍然砍断北梁马腿。 两军互为绞杀,近是瞬间高下生死立判后一冲而过,除去几名马战超群的校尉手不弃枪锚,在前冲突中不断抽杀敌骑,但也根本不可能说一骑慢悠悠前行,被十数骑兵围住,任由他一毛扫杀,更不可能因为碰上了旗鼓相当的敌将,反身再战几十回合。 只有一个例外,这条漫长战线的中断位置,仍是出现一个有为常理的庞大空心园,先前黑衣少年当空月起时,给一名手无兵器的轻瘦老者双手拍在当胸,轰然落地,紧接着被十八骑或马背或下马轻力截杀缠斗。 一方,大将只要亲身陷阵,在春秋时期,便一直是注定要遭受潮水攻势的醒目人物。 这类角色附近就成为一块大砧板,血肉尸体层层叠加,黑衣赤足的徐龙相在率军入北满后, 哪怕在瓦柱已经被刻意针对阻截,仍是直到今日才真正意义被拦下脚步。 青山老者正是提兵山一人之下的公仆,内力雄魂,跟山主常年印证武道,其余十七骑尽是提兵山以一笛百的勇夫, 更别说还有四十几名提兵山棚来扛顶奴,个个身高一丈,天生力大如牛, 习武后就浸泡在药缸中,锤炼至江湖人称为金刚的境界。 只可惜遇上了生儿金刚的徐龙相,只要被少年近身撕扯住,就是分尸的下场, 大圈中,已经躺下十几具缺胳膊少腿的蓬莱奴。 此时,徐龙相无视一名提兵山剑士的剑刺后背,一拳洞穿一位扛顶奴的心口, 慢悠悠拔出心脏,随手丢在地上,利剑刺重后背, 中年剑士心中震撼,此子分明,没有依赖契机,由浮便身去抵御力气加身, 三十年静淫剑道,颇为自副手中剑一剑刺重少年后心, 竟然不论如何递家剑气,都不得入肉分毫。 黑衣少年慢时极慢,快时更快,闲耐柄清风长剑不够爽力, 往后一靠,主动往青芒萦绕地剑尖上凑,不等剑士脱手弃剑, 好生生异柄将胡尚小有名气的利剑就给刹那压弯, 然后崩断。 少年后靠知识尾识太快,剑客不仅长剑断去, 整个人都给撞飞,胸腔碎裂地一塌糊涂, 向后飘落,跌入黄土,死得不能再死。 那头黑虎仰天长笑, 找下扣住一具蓬莱巨汉的模糊尸体, 轻轻一勾,就将尸体粉碎,鲜血浸透黄沙。 黑虎扑向下一位距离最近的魁梧巨汉, 不急于跟黑衣少年近身脚抖的公普剑状, 怒吓一声, 孽畜。 黑虎被公普拦腰, 一掌,打得侧飞出去, 落地后仍是滑出去五六丈远, 才摇头晃脑站起, 一起提冰山舞者就提枪出来, 长枪刺背足足一尺, 黑虎浑然不觉疼痛, 四脚着地下线, 续近后连人带马都给扑杀, 持枪骑士被这头骑旋针坐下黑虎一口咬断腰肢, 触目惊心。 在斩魔台, 被打趴下对黑衣少年认主的通神畜生, 一甩, 硬如铁的鞭尾巴, 在背后, 彭莱奴从头到胸划出一道, 血槽, 向前扑倒另一名汉不畏死的巨汉, 厚着满脸战红, 撑住黑虎嘴巴, 不让他下嘴, 黑虎整颗头颅都向下一砸, 将那巨汉的手臂折断, 并且把他的脑袋砸得陷入泥土。 满脸怒戎的公谱奔至, 一脚将黑虎再度踹飞, 一气滚落了十几名两蟒皆有的骑兵。 徐龙相全然不管黑虎那边战事, 看似轻描淡写一扫臂, 就给一名提兵山剑客揽腰斩断, 拉住上半身, 悬出一个圆弧, 又将一名扛顶巨汉胸部砸了个稀烂。 一名面容木讷的年迈剑客剑如梨花雨, 每一剑点出刺在赤足少年身上, 便借着剑尖反弹收拾身形后撤挤炸, 来来回回, 眼花缭乱, 瞬间便是九十余剑, 手脚头颅, 脸颊心口腹部, 无意遗漏, 一连串金石相饥生, 清脆非凡, 老剑客试图找出这封魔少年的命门, 当一剑抵住眉心, 见那凶名直追北莽洛阳的年轻魔头咧嘴一笑, 才要趁着剑身微曲复原的后劲一步, 将道门踏钢步斗融入身法的剑客才踩出一步, 就让那瞬间赶至身前的少年一拳打在左耳侧, 老者匆忙运气抵消七八分杀鸡, 可千军俱立所致, 身体凭空离得如同倒栽葱, 徐龙相握住双脚, 往地面向下一戳, 如至毛入地, 九父圣明地见到明家就给挤压得不见头颅, 只见胸口跟黄沙地持平, 徐龙相轻轻一脚踢断这位剑术, 宗师的双腿, 撇见那柄无主之剑, 犹豫了一下, 弯腰捡起, 轻轻抛起, 双掌抵住剑柄, 剑尖, 一柄剑给合起的掌心碎成无数片, 双手握住剑片, 举目望去, 瞧见了两名锦圣剑客, 身形抱起, 吓得这两位魂飞魄散, 顾不得什么明剑风流, 撒腿狂奔, 一鸣跑得不够快, 被黑衣少年一掌灰中脸颊, 满嘴碎片, 面目全非, 堂堂剑士死于, 被剑, 撇未饱, 凄凉滑稽至极。 另外一名剑士, 因为有蓬莱巨汉赴死阻拦, 躲过一劫, 但已是肝胆剧烈, 再无半点恋战的心思, 不管事后是否被提兵山重罚, 向后撤去, 身形没入其军。 徐龙相试杀如命, 撕掉一名巨汉, 正要找寻下一位目标, 被公普以一记取名提山的肩铐给撞的亮枪几步, 公普怒发冲冠, 大踏步前冲, 一步一坑, 双拳俱立撕裂空气, 裹挟封杀, 傅尔吉与这位少年悍然一击。 徐龙相双脚离地, 一脚踢中公普肩头, 双双后退, 滑出相距十几丈的距离后, 又同时止住身体, 两人如两军骑兵, 如出一辙, 对撞而去, 公普一拳砸在少年额头, 少年一拳回在他胸口, 以两人为圆心, 一大圈黄沙, 向外疯狂飘荡。 徐龙相吐出一口血水, 右拳砸在左手掌心, 扬起一个宁笑。 公普鼻孔渗出两抹鲜血, 轻轻抹去。 一旦投入兵力超过万人, 然后全军死战至一兵一卒都不降不撤的战士, 春秋以前不见任何实载, 春秋中唯有妃子坟一战, 那一战人屠一子, 排在第二的袁左宗, 仅留下他一人。 他以一万六千青旗死死拖住了西楚最为精锐雄壮的四万众甲铁旗, 这才让当时还未称作北梁军的徐家军完成对西楚的战略围困, 迫使西楚战力权限彻底归缩, 最终促成了号称一阵定春秋西累币战役, 那一战, 在妃子坟坟头上, 护在白雄原左宗身边的十六族, 皆是寻常士族, 因为三十余校尉将领早已死尽。 那一战其时, 袁左宗便身先士族, 从齐战到不战, 杀敌将领十六人, 一杆银枪杀敌其一百七余, 若非臣之暴为令带兵救援, 袁左宗注定死于公主坟。 当白衣臣之暴走上坟头时, 袁左宗双手扶枪而立, 全身是血, 血污的不见面孔。 一般而言, 军力损耗达到三分之一, 军心就会开始溃散, 春秋中有无数枭雄借着乱世伺机揭竿起事, 小有气候便盲不迭自封为王, 自称皇帝, 但这类鱼龙混杂的军武大多数遇上精锐正规军, 往往是一触即溃, 不堪一击, 不乏有五六万起义军被数千骑军追杀百里的荒唐战士, 更不提什么死战不退了。 黎阳王朝权臣各怀鬼胎, 说顾建堂坐在徐霄那个位置上, 也可以平定春秋, 却从未想过顾建堂能否带出袁左宗这样的汉将, 带出春秋大定后仍是军心凝聚的北梁三十万铁骑。 葫芦口一意, 堪称惨烈。 从政武偏后时分, 两军开始冲锋, 一直杀到了黄昏。 葫芦口黄沙弥漫, 就不曾停歇过片刻。 四千龙象军跟六千董卓军几乎史无前例地从马战打成了不战, 若非亲眼看见, 说出去都没有人会相信。 董卓能够在南朝魄力占据三大军阵, 在南朝庙堂上敢跟几位大将军红脖子瞪眼, 是靠着董自其麾下共计有六万豺狼之师, 这六万兵马。 女帝御驾巡鞭时曾亲口询问这个董胖子, 她日战事大起, 肯不肯拿六万换六万, 换一个南院大王。 言下之意, 董卓六万军马足可拼掉北梁三十万中的任意六万骑军。 至于那个奸诈如狐狸的董卓如何答复, 自然无人得知。 董卓虽然面沉如水, 但嘴角似笑非笑。 身后两千游骑兵始终没有投入胶着战场。 北莽西县一路封碎连同物宝军阵在内的完整系统, 看似完善, 可终归不曾遭受过战事的血腥浸染。 滑而不时, 董卓一直看在眼中, 心知肚明, 却不曾一次在庙堂上提及。 像这次八千龙象军孤军深入, 竟然一路打到了军阵瓦柱, 都不见一缕狼烟。 事后吞掉君子馆, 封碎曾有短暂燃烟报信, 但接下来就南朝就再度成了睁眼瞎。 龙象军马蹄所指, 李谷冒龙前方的数百座封碎都毫无音讯, 连董卓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四千龙象军竟然不是去攻打李谷, 而是一路奔袭, 来设服截杀援兵。 如果不是自己调教出来的八千兵马, 恐怕就真要给这只龙象军啃的骨头都不剩了吧。 董卓还在等。 这次突发战事, 他的齐军虽说也是一路急持增援李谷, 但也称不上以意待劳, 只不过相对经历两场恶战后的龙象军还是要占据优势, 董卓想到了四千对四千, 会陷入颓势, 但没有想到两千由齐军参战, 还是没能一举打垮掉如弓弦崩到极限的龙象军。 董卓抬了抬屁股, 依稀可见战场上黑衣少年和提兵山公谱的身影。 这个胖子嘖嘖道, 真是能打呀, 好不容易舔着脸跟老丈人从提兵山要来的十八旗, 加上四十几个蓬莱巨汉, 有功老爷子坐镇, 就还是差不多都给宰光了。 这仗打完, 媳妇还不得几天不让我爬上床。 一名游骑将领侧马来到董卓身边, 低声询问道, 将军。 董卓摇了摇头道, 不急。 剑状将领小心翼翼问道, 将持下去, 宫山主恐怕救药。 董卓直截了当说道, 就是要等到他死。 跟随董卓多年征战的将领毫无异样, 面无表情地安静退下。 当下天色就跟顽劣孩子往白纸上泼墨一样, 墨越多, 夜色越来越浓。 战事终于将歇, 董卓招了招手, 那名将领迅速赶来, 这个胖子笑道, 传令下去, 咱们两千骑去杀那名黑衣少年, 盯着他杀, 其余龙象君残余都不用理会。 谁摘下那少年头颅, 是去南朝庙堂当个十权四品大员, 还是在我董卓麾下官升三阶, 随他挑。 将领咧嘴会心一笑, 沉声道, 得令。 董卓提了提律拳枪, 终于要亲身陷阵。 六千军马, 换四千龙象君和一颗仁图刺子的脑袋, 值不值? 董卓冷笑道, 这趟老子看来是要转大发了。 董卓口外五十里, 八百骑兵纵马狂奔, 一律百马百甲, 为首一名俊义高大骑将手提银枪, 为完待续。